來關心自控制數年的總統代算 若不合民主財就要公布民調的結果 來決定總統架負取的進選 民調三個專家 他們也要討論家庭的設置 國民地辦公室表示 馬英九推薦的專家 應該是建進人 不是來投票的 希望專家可以找出公式 若正立法議長 王金平是讓他過代名 回來支持國民黨 最讓我感動的一句話就是 只要別不忘記 我們都不會忘記 在16個民眾黨內部 回憶共到六百歲 國民黨在這邊對幾次家發揮 共有信心我後配會贏 若不合在18個公布民調的結果 決定總統在三個組合 總統團說民眾黨輸去一百 國民黨可能會發揮 但是國民17共調 2個主席的官邁 已經準備好事再次換 但是對民調的比賽規則 希望能夠採用共識決的方式 不要採用這個比數投票 因為馬總統 馬前總統所提出來的這個民調專家 他應該是見證人 而不應該參加這個比賽的投票 若不合三位民調統計專家 請總統馬英九推薦 政代政治局主任任努力 國民黨是推派文化大學新聞 和教授正立中 民眾黨是推派 求今民調公司的總經理官邸府 團說17岸三位專家將會進行會進會 討論民調採集的細節 既然是討論南白河 一起來團結一致 可以有多多水泡盒嗎 水泡盒在那邊合 可以擔心南白河 影響郭董的選情嗎 對過大民心血替算 也呼籲滑火下這麼多料不回應 雖然到在亞政客以往有條件 民進黨的滑青到新北市的土車 參考科技公司 民族南白河在總統財政中的合作 若清潔中心警察的治療 本來就是設定 它對它的對決無效 有信心可以贏到三個 記者綜合部都